孤鬼鬼31日和心动女孩多莉 毛毛以及麦卡被主持人云婷 一起出席产名2023艺术盛典 看着现场的艺术品都觉得备受疗愈 其实孤鬼鬼日前才被爆料 未婚生女 今天她出席活动 统统都说清楚了 你会觉得这次有点背叛 很强迫的就是认识这些事实 其实也没有到什么强不强迫 对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 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的吧 只是我觉得有点太早 因为毕竟家庭的心理辅导 还是必须要先做主 那当然我觉得她还不到 那个可以承受的时间点 当她被发现的时候 那我当然就是更努力的 去加强她的心理层面的教育 我一直都跟她说 你的妈妈是普通人 你妈妈是服务业 可能等她心理足够去面对这个的时候 我才会跟她说 其实妈妈是怎么样 因为她是当时怀孕的时候家暴 所以当时我是选择直接备案 觉得是一条生命 所以我才选择生下来自己养 在我出道前就已经完全断绝联络了 然后我同学跟我说 会有一个人永远地爱你 永远地陪伴你 那也不错 对 所以我才会选择 不要让她接近那些风波 甚至也不让她知道生父是谁 因为我觉得会家暴的人 我不知道社会大众会不会原谅他 但是我自己是 选择保护好家庭 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遇到的事情 我并不想要让家人再遇到 至于现在的感情状态 她也跟大家报告啦 一直都是 单身 哈哈哈 目前没有欸 其实这才是我最惊讶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会以为说 不过一定非常多的追求者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出现条没有发现 如果想要追我的话 麻烦让我知道一下